雨萱 你今天看到了 赖清德的教职演说的时候 你就说民进党开绿的 民进党明天决定开打了 开打为什么开打 因为刚刚讲的 傅昆琦你刚刚讲的一个非常微妙的事 今天我从委员会送出去 我为什么急着在4月15号送出去 不顾一切的这个所谓的压力 我4月15号出去 4月15号出去 一个月的冷冻期就是5月15号 然后我决定干嘛 我就是决定在5月17号 我要大打一枪 我要在5月17号 给民进党一个难开 这个时刻黄国昌完全配合 黄国昌我们刚刚讲的 他的5月19号 在民进党中央党部的那个活动 是黄国昌举办的 黄国昌策动的 而且黄国昌昨天 那个颜色 那个动作 根本就是办西松米的 办那个伤势的 我一个是我5月17号 我给你赖清德难开 我5月19号 我在你家的门口 搞了一个非常不吉利的一个动作 你说赖清德火大了 这中间没完没了了 对 宝兰哥通常一般总统就任 不管是赖清德 不管是蔡英文 不管是李登辉 不管是陈水扁 他们第一任任期的时候 都想当一个东西叫什么 全民总统 对 全民总统 但今天赖清德这个叫什么 退无可退 因为你已经踩到我的红线了 今天我们讲了两件事情 第一个傅昌吉在517 在立法院大打出手 民进党弄得 头破血流大 那是一堆挂彩 请问这个叫什么东西 给赖清德赖鞭嘛 这为什么是给赖清德赖鞭 当然吧 甚至我今天国民党跟民众道 我有我的国会的主张 我要有国会的尊严 我提出一个国会的改革法案 那有什么不对吗 不来我问一下 国会改革无法对不对 听证调查权 请问一下 深受其害的会是谁 未来的行政官员 任志同一权深受其害是谁 未来的赖清德 以及他的行政院长卓龙泰 包括藐视国会罪 这些做法叫做立法院的扩权 而立法院的扩权 相对于行政院长叫做什么 限缩权力嘛 让你做小行的嘛 等于说你刚刚上任 我官都还没有开始做 你就已经开始给我穿小鞋了嘛 限缩我的权力 对嘛 而且我赶在520之前 对我就是在520之前 给你送个大礼 帮你的脸洗干净 所以傅哥你做这个动作 第一 赖清德有没有一开始忍下来 有 俗可忍 还忍下来哦 脸书的时候还发文 说程序不正义 但是还是希望草野能够和谐等等等 但第二件事情 这个就不一样 皇国昌警接着再做一个组合拳 519的时候跑到你家 喜事商办 明明我520要办题数 对不对 宝贝哥这样什么 520我还要庆祝生日快乐 结果我519到你家干嘛 孝子枯木 浩路白琴 那种白的 用黑的作底 开始给你唱衰 白的黑的 黑的作底 对嘛 给你拉衰 然后给你一个赖清德大大的看板 然后这个脸上的阴影还特别明显 说你是白的 说你不要再骗 再给你什么 给你难堪嘛 但宝贝哥这两件事情 确实都是在不断的挑战赖清德底线 但你知道为什么可以让赖清德说出来 各位这是关键话 他说 立法院的意识运作 应该要尊重程序正义 此话言必 底下台上欢声一片 因为知道 赖总统要出手了 赖清德不仁了 赖总统要让立法院血流成耳了嘛 各位 再来你看到后面说 雨薛你都乱讲 那后面有说啊 多数尊重少数 少数服从多数啊 赖清德还说 后面还补一句希望朝野和谐啊 社会安定啊 所以他这个没有这么恶意啊 各位啊 你去看一下过去 是不是曾经赖清德在年少的时候 当立委的时候 他发生什么事情 被打 对不对 是不是有人在路上呢 他是跟人家指证 说你掐那鬼 被人家这个打 对不对 结果后来他还开一个记者会说 他有原谅这些人 他原谅这种 宝贝哥你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吗 这些人被重判 全部被检察官重判 被郑明谦重判 所以不要相信赖清德讲好话 当时郑明谦 郑明谦是台南地检署的检察长 当时赖清德被打了以后 他本来想说我要原谅这些小孩子 这些人年少不知 结果郑明谦怎么办 郑明谦现在当我们的法务部长的郑明谦 居然把这四个小孩子 又杀人为谁重办 对吧 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 赖清德 所以赖清德是这种个性 表面上跟你讲说 朝野要和谐 但前面最重要的是这个 程序正义 程序正义 程序正义是什么 下令什么 杀 给我打 血流成和 朝野和谐 血流成和 他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民进党立委 我给你开个绿灯了嘛 未来明天不管你要怎么弄 反正就是给我大鸣大放 那保律哥我不需要回来有个问题 所以我们想说 啊 赖清德度量好小哦 这个人家给他洗四汤半 哎呀 人家给他洗脸 所以他就要处理他 保律哥你就是这样子吗 不是吗 有这可能吗 不可能 因为他这个牺牲掉的是什么 我的全民众在第一天就会破功哦 我就要往民进党这边偏哦 往540万票 我不当2350万票 他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因为这两个人背后 都有共同一个赖清德不能踩的红线 谁 北京两个字 我问一下 傅昆琪 他前一阵子跑到哪去 他们有北京 他带谁 真假的 他不是带十几个立委跑到北京去吗 那好巧不巧 当傅昆琪回来之后 各位 我问一下哦 国会改革法案很重要 我也认同啊 我也觉得很好啊 那请问一下 谁跟你讲一定要517通过的 谁 有人讲这句话吗 今天大家最不能理解是 你为什么非要517 你要非要517 所以你在整个所谓的程序 你在所有的委员会里面 你讨论都不讨论 你就非要所有的队 强度关山 517是一个关键 是谁逼着你非要517的 对 宝贝哥而且不能太早也不能太晚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国会改革法案少来 为什么1月10号你当选立委 对不对 2月1号你就开始运行 那个时候不管国民党不管民众党 大家就一直在讲 国会改革 国会改革 对 好就算你送案 就算你一个月冷冻期 请问一下 有没有办法在4月底 甚至5月初的时候 就开始进行这样的动作 可以吗 可以啊 那为什么要拖到517 那没有理由 没有道理嘛 唯一的解释就是賴清德 要上任了嘛 给他拍一看嘛 对不对 各位 那我太想了 我一直在关心说 傅昆琦的组合物到底在哪里 就重点不在组合物 各位更巧妙的来 你看喔 傅昆琦跟柯文哲 竟然两个人会一口同声说 要不要相信赖总统啊 明天相信他 立法院就不会有冲突了喔 为什么 我们相信你给一次好不好 傅昆琦这个李文本 跟柯文哲那句话 一模一样 他意思是说什么 跟柯文哲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嘛 叫板赖清德 对他说赖清德 到底是你的意思 还是柯建民意思 你讲清楚 他们再讲一句话说 到底这个立法院 是你在话书 还是柯建民在话书的 他们在唱读嘛 根本就不是温情行话 这是在给他一次难堪 在火上加油嘛 因为大家现在很清楚一件事情 蓝绿对垒这个氛围 如此的严重 哪有可能退 你这时候叫退 我跟你讲 哪一个民进党立委敢退 不就退了回去 现在国民党也没得退了 明天一定是血流成河啦 蓝绿都无言面对江国富老 保证血流成河 但他的起初点我们讲 为什么傅昆琦这么着急 我们从一个点就可以看到 原本呢 这是他们讲5月16号 提出来的最终版本 那跟各位说声抱歉 因为还不是最终的 为什么 5月16号呢 他们提出来一个版本之后 结果黄国昌自己在直播 包括傅昆琦自己也亲自讲说 5月17号到了晚上的时候 7点8点 我们才会最终拍板的定案 而这个final案 也就是傅昆琦跟黄国昌 两个人共同定出来的 有人这样子弄的 517要表决 就我到前一天晚上516的时候 我才把法案相关的伸出来 然后里面的内容说 有啊 我有给你啊 他说保留哥他怎么给你吧 他说有有有有 我到时候我直接放在你委员的桌上 所以各位 来喔 包括倒霉的韩国瑜在内喔 他们是什么时候才知道 藍白最终final v3的版本 是一路到了5月17号早上的时候 然后放在桌上一看 整袋子 喔原来这是国众的版本 你就知道这个东西 可是我们总要消化一下吧 对为什么各位需要消化你知道吗 因为原本国众版本他们的确 他们是直接出委 就是说我直接送出委员会了 也不逐条审查了 因为柯建平一直在乱 好这个我可以理解 但现在出了一个大问题 整个里面保健院知道几个版本吗 28个版本呢 一下罗志强的 一下杨琼英的 一下国民党的 一下民众党的 一下黄国昌的版本 结果所有这些版本 我哪知道你28选1 我抽盲盒 你最后抽中哪一条 对 但早上7点才跟你讲 早上7点才知道 但各位 有一个final版本 对各位你就说 可是民进党以前 也常常这样包鬼突袭啊 但各位这不是重点 你知道最重要的重点在哪里吗 这些版本是谁来决定的 这些版本是谁来决定的 黄国昌决定的 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 所以你以为 傅昆琪是大坏蛋是不是 不是 傅昆琪是大草包 为什么 你现在赶快拿着这个新的版本 去问他说 这个傅昆琪委员 请问一下呢 为什么这样写 藐视国会罪 请问一下我们的法者是什么 他可能跟你保证 99.999% 他不懂 他不知道 不是讲说这个毛和 这个所谓的最神秘的法案 这个黑箱里面 黑箱里面只有两个人 一个叫傅昆琪 一个叫黄国昌 搞了半天 傅昆琪不但在这个 所谓的黑箱里面 他眼睛也被蒙住了 对 我跟你讲傅昆琪 的确我们刚才讲的 他好像望二之手 然后这个北京的意思 但我坦白讲 大草包就大草包 为什么 他根本就搞不清楚内容 他要的只是什么 他只是有个面子 你看 如果我们刚才介绍的那张图 站在那个台上 双手比出胜利 他就要那个照片 要那个画面 为什么 因为现在整个国会改革的 无法所有的法案 包括温中晓琳 他也只是陪衬而已 真正的主导性 真正的主体性 你现在去问这些蓝白的委员 可能都没了那么清楚 都是黄国昌 只有黄国昌搞清楚 这是多可怕一件事 难怪黄国昌 那个直播 黄国昌直接出来fight 都是黄国昌 对 所以傅昆琪要面子 黄国昌的理质 来各位你看看 傅昆琪要什么面子 哎呀 我的国民党 站在主席台上 他要这张照片 黄国昌不要面子 黄国昌 国昌乖 小黄乖 老板 为什么 因为他得到理质 他是老大 我要法案在我手上 所以如果未来这个案件送进去 各位你知道可怕在哪里吗 可怕在于说一个小党 甚至不是一个小党 是一个人 一个立法委员 113分之1 他就可以决定 所有未来的立委职权 113位的行驶 甚至是影响到行政院 影响到未来整个赖清的内阁 所有的运作跟规则跟更改 所以这才是最可怕的猫腻的地方 好 这两天当然讲 你就直接跟这个黄国昌教证 那黄国昌也开了一个直播说 你讲的都不对啊 那讲不对 我们讲我们先不谈 那个所谓的花冬的 那个所谓的高铁 正主要是国会的这个五个新任 而且我都上网了 我都上网了 那网上都有啊 那他说你不是讲说 那你早上才中去 那我那是修正动议啊 修正动议都是早上 没有人是晚 很多人都没有前面的啦 是宝洁哥我告诉你啊 黄国昌不会是康乃尔的法学博士啊 把这个会议规则里面 可以钻的漏洞 真的是钻的淋漓尽致 你说他在钻漏洞 钻的淋漓尽致啊 今天在节目上跟大家报告啊 过去我们在立法院看过很多 规避审查 规避讨论 以及黑箱的 多数党要来扼诊少数党的方法嘛 有很多招 我现在一招一招跟大家介绍 第一招就是 程序委员会挡案子 对不对 他说我就是 你是少数党 我就把你的案子挡60几次不让你排进来 这招在这一次国会法案有没有用 有 有民进党委员的版本 在程序委员会就被挡了 第二招 程序委员会就算过关了之后 进到委员会里面去呢 他怎么样呢 我排审 我只排我蓝白的案子 我不排你绿的案子 不给你病案 连让你病案审查的机会都没有 这招这次有没有用 有 第二招也用上了 第三招在国会里面呢 委员会中心主义 本来大家应该好好讨论 但是他非常厉害哦 他指导司法法治委员会的赵委吴中宪说 你就把条文念过去 你问大家有没有意见 民进党就举手说有 有意见之后呢 他说好 我们本条全部保留 送协商 约会协商 不给他讨论啦 不给反对的意见 逐条上来发表说怎么样 反对也不给逐条的辩论 这招用上了 民进党一直在找查 民进党没有想要通过啊 这个他没关系 再加来还有一招嘛 政党协商的时候 他们又嫌政党协商的时候 柯建民太啰嗦 柯建民怎么讲太多话了 没关系 反正也不用整合 也没有结论 下一招就是 直接送到院会去 准备他表决 而送到院会的时候 就是刚才宇轩 已经有跟大家介绍 最厉害的大招出现了 直接前一天晚上 升出一个新版出来 然后呢 隔天 当天表决早上 才把新版热腾腾出炉 拿出来之后 一口气覆盖掉 过去28个版本 覆盖掉 所以17号讨论 刚才讲 之前你不是 晚上做直播吧 我今天在利保余的网站上面 刚才讲16号以前 我都已经 如固猎了很多的讨论 28个 那些都假 那些都没好 真正的 横空初次 真正在讨论的 17号那天早上 开始讨论的内容 都是黄国昌的版本 是的 没错 因为在会议规则里面 有提到一点就是 修正动议要先讨论 如果修正动议 被表决通过的话 其他的版本 都不用再讨论 所以黄国昌 送来的这个新版里面 只要是 藍白优势人数通过 那过去28个版本 就作废了 就不用看了 所以他是当天早上 拿了热腾腾出炉了 前一天晚上 才订稿的最高机密 这不是我讲 是他自己讲 他说是最高机密 可是他也讲了 他说这种修正动议 本来就是临时提议 民进党也都是这样干的 所以这就是他 我说他 康乃尔法学博士 厉害的地方 为什么 因为如果这一套可以的话 未来以后 修正所有的法案的时候 先随便提几个条文 过过水 把委员会 跟这个政党协商 通通闯过之后 到了院会 我马上再提一个 修正动议 面目全非的 挂进去 直接插队 直接不用排队 不用挂号 就覆盖掉过去 大家讨论的条文 你用人数又是可以通过 这就像什么 所以你第一说 以前修正动议 没有人这样搞的啦 对 以前修正动议 就是修什么 不要点符号 或者说有几个字词啊 觉得这个不是很通顺 我们调整一下 可是黄国昌提的是一个 新的所有的整合版进来 是前一天晚上 他是改头换面的 对 没错 两个人要结婚 前一天晚上 跑去大整形 隔天到了护政事务所 要签字的时候 才给你看他长什么样子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黄国昌说 他虽然没有公开上网 那是立法院的规定 他没有上网 也不是他愿意的 但是有印出来 发给所有委员 我跟保洁的报告 什么时候发的 晚上七点才发出资本 晚上七点 对 你前面都已经早上七点要开会 你晚上七点 你的新的最高机密 才发资本给所有的委员看 按照这样的条文的通过过程 当天提出 当天就要通过品质会好吗 我跟大家简单报告 这条文最后我挖出来了 从栏尾那边挖到 你拿到了 对 栏尾那边挖到 其中有几个点 我看的是触目惊心 有吗 包括了第47条 他规定说 立法院调阅小组可以要求 不只是政府官员 还有包括法人 民间的企业 还有民间的一般自然人 要来被调查 意思就是说什么 比如说以后 他看我们关键时刻 觉得说 诶 怎么这个吴子嘉董事长 他爆了一个料 他想要知道消息来源 他可以把吴董叫到立法院去 请你告诉我消息来源是谁 那如果吴董秉持良心说 我不会透露我消息来源 可以怎么样 一次罚10万 第一次不讲罚10万 第二次不讲再加10万 第三次不讲再罚10万 罚到你讲为止 可是他说美国也是这样 他说美国马克 左克 博也就做听证了 今天包括听到的也做听证 大家不都这个样子吗 好杰哥你点到重点了 在我们今天录影之前 有一条很重大的消息出来 就是美国有30几位学者 其中包括很大咖 前AIT的处长杨淑蒂 以及施图文 发了一个联署的声明 他讲说什么 他说大多数宪政民主国家 虽然有藐视国会罪 但通常适用于没有理会 出庭作证的船票 或是在司法程序当中说谎 没有任何民主国家 会因为政府官员 在旅行被寻御乎中 背叛藐视国会罪 或只是因为回嘴提出 被藐视的指控 甚至他里面也讲说 对于在野党提出 不符合宪法的国会改革案 感到政惊案悲伤 就是美国人 美国人对这件事 竟然有发表意见 藐视国有这么在乎 对 所以这个案子 其实说真的 所以你说 一般藐视国就是 你叫我去我不去 我完全不理你 我完全不在乎 可是如果说 今天马克·佐伯博 穿了西装 以前都穿T恤 我都穿了西装 我这边很认真回答 你就不能拿我怎么办了 对啊 Tiktok的执行长周壮之 在美国国会作证的时候 讲了一对话 后来被拆穿 他也没有被抓去关 所以你知道 在整个讨论过程中 其实平心而论 可不可以讨论 当然可以讨论 而且一定要讨论 我不是说一定不能通过 但是重点是 你那个讨论的过程在哪里 刚刚前面 没有讨论 前面给大家介绍的 这种国会多数党 要来压制少数党的招 以前有没有人用过 有 但是是分别 个别用不同招 这一次是整套组合剂 全套用上 从程序委员会一直到院会 全套用上 我觉得这是我们看 国会看这么久 第一次看到 这个组合权 就像我们在玩玩具抽盲盒 一开始上网看 全28种 有28种玩具 我去买 这个盒子买来之后 我缴我的钱 我打开 结果发现 怎么是一个隐藏版 不在公告的目录上 我还要打开 我已经付钱了 我才知道 原来条文长这样 你知道吗 在他们蓝白的订稿版 黄国昌拿出来订稿版里面 甚至还有写 国会调阅资料 如果说已经是司法机关调阅 就表示比如说检察官侦办了 竟然还是要给国会调出来一份 这是过去司法院大法官解释 曾经讲过 侦办中 侦查中的案件 不在立法院可以调阅范围内 可是他们现在 要立法来推翻大法官解释 讲过内容 请问 这不需要讨论吗 请问这种条文 可以517 当天早上7点提案 当天就通过吗 我个人是不认为 这叫做什么国会改革 而且如果照你这样讲的话 本来以为说 今天是傅坤 黄国昌是傅坤奇的小弟 现在搞了半天 傅坤奇是黄国昌的傀儡嘛 这个傅坤奇 以前县太爷初选的时候 黄国昌旁边的是一个师爷 师爷在旁边为他出谋 化车为他冲锋陷阵 称的是这个县太爷傅坤奇的面子 你说 现在517 马上给你耐青的难看嘛 521的时候 我把这个直接碾压过去 显示他对立法院百分之百控制力 这个对傅坤奇来讲 他在中国面前的身价是水涨船高 那对黄国昌来讲 你也认为有中国因素在后面 我找不到其他为什么这么急的理由嘛 非要517 刚刚讲的条文 你看争议内容那么多 为什么不能好好地提出来之后 让朝野不同意见表达嘛 因为你人数多啊 你全部表达完 就算民进党51个立委 通通车轮站 通通上去讲一个小时 最后表决还是你赢啊 为什么就是这么急 急着要在此时此刻 大家真的可以去思考 为什么是在傅坤奇去到北京 我已经见过王沪宁之后 回来就做了一个这么急 而且让人想不通 后面到底是什么操作 而且黄国昌 他这一次真的是把这10年来 所有太阳花 关于公开诉求的透明的诉求 一口气全部违反啦 所以我说这个人真的很狠啦 他黄国昌这一巴掌 不是只是要打在民进党的脸上 甚至是打在10年前 曾经一起奋斗的太阳花 所有的战友的脸上 后来我觉得我成不接受 我完全不能理解是 之前他一直想说 我在立法院的这个 所谓的公开的网站上面 已经把28个版本 我都公开啦 你都可以找得到啊 可是最后 17号那天 真正表决的版本 是黄国昌的最高机密 立法院以前比这扯的 有更扯的啦 前瞻计划 委员会 委员会包裹 委员会也包裹啊 还给你猪条头 乱通通都没有 直接把你干掉啊 那种更扯的也是有啦 但我也必须要讲 就是说 他今天后来这个 就是说 你刚才讲 以前这种东西都谁干的 都是柯建民干的 对啊 其实我现在柯建民搞了那些烂事 大家用柯建民以前干的烂方法 回过头来干他 而且有周恩来在 其实已经收敛很多了啦 讲句实在话 现在 就是说 你当然可以觉得 我觉得不透明是一回事 跟违反意识规则是另外一回事 这个版本当然可以讨论 大家可以不满意 但是 没有那么洪水猛兽啦 说会影响到什么东西 我觉得我们前段讲的 比如说高端 比如说 NCC跟的一些东西 你跟政府打交道 你拿政府的特许 我跟你打交道 我要你的东西刚好而已 对 我不是说有那个常备管车 每个人都叫来 我觉得那很困难 但是 回过头来讲 就是这个版本 就是说 你华国昌当然一直都主张的是公开透明 结果你在这件事情上面的做法 当然就是很糟嘛 你为什么到最后 我举个例子好了 这个是他们最后 国 国 国众两党 这边是国众版 这边是民进党版 这样是我们一般的标准的法案对照表 你知道28个 这边是两个版本 一个国众版 一个民进党版 你知道28个拉起来 是一个什么感觉 用那个B4 然后还要再缩小字体 然后一大本在那边 就是你一般来讲 那个状况是没办法表决的啦 那所以而且他这一次还包括 他还把民进党的案子挡在外面 所以他真的是等于说我非要在517 要强度观察 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 就是没有道理 就是你党民进党案子 不让他并案 真的是没有道理的事情吗 因为民进党案子 已经排在那个地方了 所以像议员刚刚讲的不并案 其实不是常态啦 我跟你讲 以前有但是不是常态啦 就是多少人你的案子 跟我不一样 最后表决就是我的案子过 我为什么不让你并案呢 因为进来才会一并打掉 不然你案子还在外面嘛 一起审完之后 这个案子表决完之后 你这案子就不见啊 理论是说他不并案那件事情 真的不是常态 所以后来不是变成委员会开双包 中嘉宾自己又开一个 所以你们那个案子 没有把我包进去 我又自己开一个 所以他在这个审查过程中间 留的尾巴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就是说你今天来讲 就是一般来讲 以往的表决就是 你要有一个主体 大家稍微案子要理一理 你才有的表决 我刚刚28个你怎么表嘛 南辕北辙每个 每个讲的不是 甚至同一个条文讲的不是同一件事 你知道啊 所以那个表决会非常快 所以以前都是 会有一个协商 协商之后部分有结论 好那就有结论 好那就照这个通过 没有结论 我们要表1234567 这个要有协商 所以为什么 我们前一段在讲说 他完全没协商吗 对 就是朝野协商里面 他不是只有法案内容 通常还有处理的程序 所以我刚刚讲说 你在排除韩国瑜 这件事情是怪的 因为你排除韩国瑜 你怎么去 谁排除韩国瑜 他们现在的状况就是说 这个案子 出急急忙忙丢出委员之后 有朝野协商是党团自己召集 然后也没有叫韩国瑜召集 然后屁股叫韩国瑜叉 那我刚刚讲的 他其实在表决的过程中 会跟你讲说 这几个有条韩国瑜 剩下的我们要怎么表决 以往的处理应该是要这样 王静平实在是这样 就算不同意见 也要讲好处理的程序 不是到了那个现场之后才说 那个没有错 你可以丢修正动议 这个以往也出现过 柯静平也干过这事 临时到现场 柯静平什么都干过 临时丢修正动议 但是基本上那个不是常态 就是说你通常会有一条两条 说临时行政部门有意见或什么东西 我突然想说 我这个原本修的 我可能要修重一点 对 还是我要多一点 但是整本 整本 这种状况真的不多 所以增加国会功能 增加国会透明度的一个 我是同意的 甚至我都觉得藐视国会 某种程度是有用的啊 就你不要太离谱就OK 那问题是 你为什么用一个最不透明的方式 最没有办法让社会参与的方式 歸改的是一个要社会参与的东西 对啊 你要有社会的支持 大家才会帮你挺啊 结果到最后来讲 最后是突然之间丢一个东西出来 而且你再去跟国民党 尤其是对国民党版本 我讲句实在话 你完全没有办法解释这两个落差 对 为什么当初你喊架喊成这样 现在做只要这样 你这种落差这么大 你总要跟我解释一下说 到底是什么地方不对吧 是当初喊的不对 还是现在这个状况不对 中共有一个不对吧 对啊 现在这个状况完全不具体的解释 我觉得这件事情上面来讲 尤其是黄国昌 黄国昌原本你是公开透明的代表 你当年是把朝野山 骂到一文不值黑箱嘛 你现在的状况是 朝野山山 我有开你来不来无所谓 反正我照表 这个状况真的很难说服一般的民众 好 雨萱 刚才讲的这件事我就觉得怪事 刚刚第一个人讲的 你这个时间上太怪 517 519 刚好碰到520之前 中间会有人很多的一个想象空间 第二个怪的地方是 我根本觉得这三个人刚才讲 我一直 你怎么会去相信柯建民 另外一次你觉得傅盔棋做什么事情 我一定会想你傅盔棋在搞什么 我没有想到黄国昌也这么干 这三个人在搞什么 首先我们讲 而且他们三个人很妙 都在做一件事情 下空韩国瑜 甩锅韩国瑜 对首先我们从朝野协商 这段话里还开始谈 各位为什么这个法案要如此的隐秘 甚至如此的包裹性的法案 然后一次的把所有28案 统一一案并成 然后直接就在晚上的时候 用突袭的方式 然后隔天早上立刻进行表决 各位我坦白讲 我们退一万步好了 今天这个法案如果公开透明 就是说更早 很多人讲说有啊 他有透明的 他晚上他至少一个晚上可以看 好没关系更早 然后上网 让所有的委员包括 来我再讲一次 韩国瑜在内看到这个法案 这个案子难道就不会过了吗 还是会过啊 还是会过嘛 所以他唯一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嘛 什么目的 他防的根本不是民进党嘛 我讲白了你民进党 不管你提什么案子 就算你统一他也是会反对你嘛 他会同意你吗 不可能 他就是跟你反对到底嘛 对不对 所以他请问一下 还有一个人不知情的人是谁 韩国瑜 就韩国瑜不知情啊 那怪是怪在这嘛 来这第二件事情 他历次他其实有经历过 非常多的讨论跟朝野协商 包括在5月5号的时候 那个时候有找民进党来 钟嘉宾也有来 吴思雅也有来 在最后讨论不欢而散 破局了嘛 破局他就列一个记录说 朝野协商破记录 但各位不好意思 请问一下这个朝野协商 韩国瑜在不在场 不是也不在啊 那奇怪 变成国民党党团 所召集的朝野协商 那国民党党团是谁召集的 还不婚妻召集了嘛 对不对 然后再来好各位 时间又到了5月15号 我们在讲这个法案的历程 5月15号之后 蓝白呢 决定要讨论出 伸出一个版本来 然后那时候呢 他们两个又开始讨论 讨论之后呢 会整出一个版本 也是我们刚才看到 5月16号的最终版 但各位 请问一下这个最终版 是不是还是最终版 不是哦 这个最终版还不是最终版哦 所以韩国瑜搞不好 有看到这个版本哦 但你看哦 就到了5月17号的时候 他才把这个东西第三版 对 再修正动议 就端到台面上了 端到台面上之后 才发现哦 原来你们晚上8点 最后公布的版本 讨论出来的决议 是这样子嘛 那请问一下韩国瑜 是在什么时候收到的 要嘛是晚上七八点 也要嘛是早上七八点 跟大家一样 对那其中 韩国瑜作为一个立法院院长 他拿到这个资料的时间 不会比我快一秒钟 不会不会不会 跟记者可能差不多嘛 那我请问一下啦 你理论上作为一个院长 一个新的版本出来了 他应该第一件事情 要做的是什么 针对这个版本的内容 召集朝野协商 来去讨论嘛 那请问一下 韩国瑜的功能 是不是完全就消失了 被架空了 因为全全在掌握 这整场大戏的人 各位 只有一个人 你知道是谁吗 我知道大爷你想说 傅宽奇对不对 错了才不是傅宽奇 傅宽奇没那么聰明 就变成黄国昌一个人在玩 所以真的引武者是黄国昌 对嘛 黄国昌把这个傅宽奇 当做这个傅宽 那这个傅宽 再以此去逼迫韩国瑜嘛 所以各位 那最可恶是什么 你知道吗 当韩国瑜好 他准备说好 是不是他早上说好 那我们来开始召开朝野协商 对不对 那朝野协商来的时候 第二个角色又出现了 理论上来讲 今天这个第二个角色 很重要 他叫谁 他就是柯建民 柯建民你知道他做什么事情吗 他如果说真的要实施讨论 他应该要什么 把这个新的条文拿出来说 你们这些黑白来的 这第一条 第五条 这十几条 名堂这样 就请问一下柯建民 有没有进行走路到实施讨论的环节 也没有 这三个人各怀鬼胎 各位我们这叫唱三皇 为什么讲各怀鬼胎 傅宽奇今天态度很明确 法案内容他都不知道 他也不重要 因为他只有一个任务 第一个我要面子 第二个我要洗脸赖青的 第三个 这两个相加等于 我可以在北京面前要舞扬威 对不对 我有power 那黄国昌要努力很简单 他要实质上掌握整个立法院 法案的动向 以及整个立法院法案的审查权 但对于柯建民说 你这样说不对 柯建民有什么好处 当然有啊 我问一下今天朝野和谐 賴清德会跟谁谈话 跟韩国瑜谈话 跟韩国瑜谈话 院长嘛 我们来瞧一下 处理事情嘛 那我问你今天朝野破局 賴清德说 程序正义 血流生河 多数尊重少数 这就被我玩假嘛 被骚扒嘛 那赖青的只能跟谁谈话 变柯建民了 你怎么知道柯建民跟傅宽奇没有安排 你怎么知道柯建民跟傅宽奇没有安排 你不要吓我 不是 保定跟我问你啊 明天如果说柯建民跟傅宽奇 两个要打假球 哪一次过关可不可以 可以嘛 如果要来玩真的 拖推拖拉 拖到礼拜五可不可以 当然也可以 拖到下礼拜都可以 他拖到什么时候都可以 那请问一下他会不会 又来大家又来问賴清德了 所以賴总统 还是程序正义嘛 你要不要骂更凶 你要不要骂更惨 那请问一下 这不是被尾巴咬狗了吗 那一样啊 韩国瑜他没有协商空间 全部都不会跟你说 院长你好软哦 院长硬起来啊 院长你这样子 你有责任啊 一天一天骂 我跟你讲啊 礼拜二哦 明天哦 没过对不对 韩国瑜倒大煤 绝对被骂个半死 如果礼拜五再没过 他连人都不用当了 直接去跳到黄河也洗不清 如果下礼拜 他直接整个都废了 那请问一下賴清德 原本要做全民总统的这个想法 是不是也随着日子的眼镜 会开始一步一步 见走偏锋变得越来越绿 变成民进党的总统 那请问一下 对于这两个 我们讲目前正男来讲 声量最大的这两个人 有好处吗 当然没有 最大好处是谁 就是这两个妇科体制 配上一个黄国昌 所以不会啊 黄国昌真的在后面 扮演这么重要的角色 他在干什么 黄国昌真的是非常重要的角色 因为如果不是他的话 今天这个案子 不会以这样的方式走完 就是照理来讲 这个二月一号新国会来上任 现在才五月 三个月的时间 他就来变动 这么大的一个制度改变 这个火车开得非常快 火车怎么开得快 我们都已经看到 司法法治委员会里面 真正的关键人物黄国昌 他配合着国民党 去阻挠真正讨论的发生 只要有意见讨论 就送保留送保留送保留 这是黄国昌在中间的 因为当时这个大家有讲到说 为什么民进党举手44次说要散会 因为主席一直在财势条文保留 会议一直在往前跑 那民进党说不行 那不然散会好了 这样子条文才不会一条条全部跑过去 那时候黄国昌是关键一票 他在下面跟着国民党一起举手的时候 才挡住了这三会东义 所以这个28个版本的所有条文 是全案打包全案保留 一条条跑过去的时候 是这个过程 再加上后来是谁整合出这个最新版 黄国昌 黄国昌嘛 大家知道啊 这个有媒体拍摄到 他5月15号前两天 表决前两天 他还通电话说 国民党的负责法案的助理能不能联络到 你这个25条到底是要走刑罚还是走罚还 这样不行 又有刑罚又有罚还 这个条文写得不好 是他在跟国民党在讨论这个条文怎么写 他在论稿 如果说今天只有傅坤其的话 搞不好这条文难惨 有可能会这样子 惨不出来 对啊 但是因为有黄国昌在嘛 所以517这个大线要到的时候 516深夜宣布订稿了 隔天 可以把这个稿子拿出来之后 直接要透过修正动议的方式 一条条表过去嘛 那这个议事规则的所有美感 黄国昌非常的清楚 那当然黄国昌他现在 是要跟国人以及民进党宣告说 他不只回来了 而且他是关键的人物 而且他是最重要的力量 让他自己的身价水涨船高 为了是什么 他这个立委只能做两年嘛 按照柯文哲的说法 只能做两年的立委要怎么样 未来新北市长 他的细分 他的分量 会不会在蓝营当中越来越重 这也许他的目的 网路新闻看东森 电视也要 媒体影响力之冠 最广视野 最深角度 带您看世界 BBC 东森新闻 是 现在最新的消息是 黄明昭现在要调职了 调职了以后呢 现在确定警政署 真的是台北市警察局长张荣欣 你直接把人家丢什么照片啊 跟什么黑道来往啊 一起吃鱼吃啊 根本没有用 你可以看出来说 如果今天赖清德想要你 他就是你了 那过去来讲的话 就算是新的总统上任 他可能为了会治安 会有一段维护人期间 通常不会520当天就换 会换到什么时候 会等到7月16 为什么7月16呢 很多的学长 很多的资深的老行警 资深的警官会退休 你在7月16号 你刚好换掉 不然的话 7月16号是一个换届的时刻 对就是一个换届的时刻 但是为什么今天520早上 赖总统来就任 下午马上来换警政署长 为什么那么急呢 他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我赖赏要用的人 就是我要用的人 你们这些人 不要给我在那边出怪交 之前不是说什么 有风际案件 然后什么痴痴痴 之语痴 然后大拉拉的把影片 啪啪啪啪 弄了18张的影片 没有 张局长 直接出来开记者会 开记者会 其他人开记者会 畏畏说说 这个当初我们当初 炉坐针山什么 然后没有 他第一句话讲什么 美逢警政署长的人事案的时候 就会出妖风出怪手 这东西没有用 赖先生先告诉大家一件事 赖清德要用的人 他就是要用 你们什么其他的一些疑虑 都没有 都没有叹动 今天就是一个 赖清德展现他的实力的一个时刻 赖清德不只是展现实力 他让七万大军知道 你就是跟着我的路 听我的 你今天张荣兴 张局长 张署长 从台南县干到台南市 代表什么意思 你是我的人 你跟着我 你是我的人 后面就没问题了 其实张荣兴 张局长 以前是我们台北市的同仁 然后呢 他从局员 一路做到这个松山分局 松山分局 是台北市少数的 甲等分局的二组组长 但是呢 升官之路 在当时并不顺 所以他最后到哪里去流量 到中南部去流浪 流浪到了台南之后呢 赖清德说 这个人不错 这个人 他是流浪到台南 他是流浪到台南 然后他讲话 不过这事情很实在 从此就从台南县 然后呢 一个分局就是说 做到台南市已经升格六都了 台南市一路一路坐上来 所以 赖清德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你们不要在外面找路 现在只有一条路 就是我赖清德这一条路 我就看到一个非常夸张的新闻就是 台湾管之前弄了一张图 图了以后大家觉得不对啊 你是抄袭人家 抄袭人家之后呢 这个车移居然去出征人家 我觉得民进党的车移 我想我讨厌共产党 不管你是红色共产党 或者是绿色共产党 你都是一样不问是非 而且刚刚讲的 完全以党的意志为主 然后去出征人家 出征人家没有办法 资料就资料嘛 你最后承认 可是我觉得这更可怕的是 他有贪度 我更觉得说 民进党有很多的招标 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刚刚讲的这个人去找 他的蹦事件 我们是招标 台湾管招标给蹦事件 蹦事件的员工 他说老板 我联络上我的妹妹 他跟我讲 他真的是用别人的图 但他不知道事情会这么严重 我今天台湾管 我发包一个蹦事件 然后这个蹦事件 随便找一个人 找他的妹妹来画图 这个妹妹随便去Copy人家的图 你知道 这个画一张图 240万 240万就这样给丢出去了 我们到底还花了多少 这种可怕的冤枉钱 对 老人跟他讲一个重点 不管你绿共 红共 蓝共 黄共 反正只要有个共字都说 我不讲武德 反正我先干了再说 为什么 因为今天这个东西 是被大家抓包说 你台湾管理论上 应该是要有什么 台湾价值 台湾文学 你是爱台湾 爱人 爱乡土 结果你 不是 我觉得那个可可欣 你如果看了文章 你就知道我多么爱台湾 你屁啦你 对嘛 你竟然是引用了 来自对岸 来自中国的图文 结果第一时间被抓包 离谱再来 第一个 这个标案要240万 你怎么会去用偷的 结果偷到之后 保理哥你知道他们第一时间 做了什么事情吗 杀 开始在亲一色的出征 出征原唱者 出征这个有质疑 出征挑战的人说 你们这些人都是中共同路人 然后噼里啪啦 反正就不跟亲红老板 出征了 我先骂了再说 你敢说 而且更离谱的来咯 又一直想到那句话 天大地大 没有党的恩情大 爹亲娘亲 没有毛主席来得起 对对对 那更离谱的来咯 他还反过头来说什么说 是中国抄袭我们的 而且是发动官方文宣 配合测意 开始讲说 是中国抄我们 是我们先出的 我们早在多少时间点 就已经把这个图面 可以创作出来了 但各位啊 你知道离谱在哪里吗 离谱是 结果竟然后来被人家抓包说 不对 比如说我2021年 所使用的文件 他说我IG就有公布咯 假的 眼睛夜暂中 假的 假的 对第一个 他IG你会看到 他把日期贴在上面 笑死了 IG的日期根本不会在上面 再第二个 IG正常右下方 各位你仔细看 是不是觉得有点空空的 白白的 为什么 因为应该有一个收藏键 所以他这个不是正经格式嘛 他这张图 保留哥你知道跟什么样吗 跟他的抄袭的图 是一样是用批的 就一样是批上去的 就是你的图 已经先抄袭用批的了 结果你的陈亲伟也是用批的 就更噁心的 这个Bong世界王上 我出来说什么 说 我们多么爱台湾 我们爱乡土 我们这个情怀 我们怎么可能去做这些事情 对不对 然后开始用这些台湾价值 台湾意识 来去跟外面诉求 结果是直到最后 通通事情 才讲什么 我真心的希望台湾能够更好 如果你们能够关注我其他的发文 而不是这件事情才来的 你会发现我有多爱这块土地啊 对这个叫做硬 爱台湾市门好生意 对保陆哥你知道这个可恶在哪里吗 第一个 这个Bong世界一年 我们讲累积的标案 拿了台湾馆 7年拿了1400万 代表这个叫做行之有年 再来第二件事情 如果说这张图是Peter 保陆哥我请问一下 他知不知道这个是超来的 他就知道这是超来的嘛 他知道这是假的嘛 然后他还跟你讲说 我多么深爱这块土地 然后更离不来咯 离不再来什么 还有对话记录 因为我跟我讲 这个荒谬在哪里 第一个 到底这张图是谁创作的 你大家也在问这个问题吗 你外包一个厂商 他应该有一个团队 有一个team嘛 结果不是喔 他是Bong世界 住台湾馆小编的妹妹 的妹妹 所做出来的一张图 就是你看他说 你好这个就是当初 住台湾馆的那个小编 那不是说思乡瘦瘦吗 等一下我看 我觉得这个民进党 还有点羞耻心的话 你要又把这个插下去 因为这中间一定有弊端 这一定有贪腐 正在讲 这是台湾标案网 台湾标案网 这是113年的展览数位内容 建制采购案 建制采购案 你还要讲 我觉得这个真的太妙了 我的预算金额 225万 我的绝标金额 224万 你是神吗 预算金额225万 你居然可以用224万标到 而且只有你一家标 标也就算了 老板我联络上我妹妹了 他跟我讲 他真的是用别人的图 保健哥你刚才讲到重点 这个叫做标到紧绷 来 然后我们再讲这个更荒唐的 就是说好 你今天取得这个标案没关系 你如果正正当当的 用一个职业的团队 来经营就算了 结果不是欸 它是什么样的关系 第一个 台湾馆里面有一个 蹦世界的注点小编 也就是说 他是蹦世界的人 但他在台湾馆上班 结果这个小编的妹妹 为什么我们知道 因为你看她说 老板 我刚刚联系上我妹 她跟我说真的是用别人的图 她不知道事情会这么严重 等一下 严重在哪里 你一个224万的标案 结果丢给一个小编的妹妹 去网络上随便搜图 就可以赚到这些钱 有这种事情 然后你台湾馆也知情 还敢出来说谎 说你多盛爱这块土地 来各位 跟你母人 当有人拿出来了以后 你去出征人家 羞辱人家 对 你知道自己错了 但是还是先怪人再说 先把别人修理盾 而且还制造一张假批图 企图以假乱真 企图硬拗 企图扭曲 而且把所有说真相的人 你知道他们更可恶是什么吗 他们跑去出征 那个中国原创者 开始跑去骂说 你这个中皇原创者 你怎么造假 你怎么会做这种事情 你怎么会抄我们台湾的 这种事也敢干 台湾馆还发一篇文说 哎呀我们很荣耀 因为我们发出来的图片 太优秀了 竟然连中国都来三赛 中国都来访问我们 还敢讲这种话 你说台湾馆居然还讲这种话 对他还敢讲说 这个是不是我们的荣耀 因为中国来抄我们 各位你知道更可恶是什么吗 他们总共有40几件标 国立 这是国立 台湾文学馆爆发 然后他两度否认 两度否认来讲原始创作者 在2019年就发布在小编 IG上就是这个东西 然后呢 他跟我们讲说 是你们抄袭我们的 对而且他也诬陷原创者 各位没有看过这种人的 好不好 诬陷之外 然后他还讲说什么 然后奉世界的创办人还讲 如果不是因为这件事来 你们会发现我多爱这块土地 对来你看 然后后面开始硬拗说 这个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为了这种手上的证明 变成那种斗争的工具 又是正式的工坊 我是还觉得很委屈 他就说这是阿公的营名 但各位你知道可怕在哪里吗 总共台湾馆呢 包括除了这个之外 这家得标的厂商奉世界 竟然拿了46个47个标 高达7000万的金额 但是这7000万的金额里面 有九成保险哥 如同都是你刚刚讲的 你知道什么吗 单一厂商得标 换言之就只有一家得标 所以我现在搞懂了 我本来以为说 就是因为你这个住小编 人不清土清进水楼海仙得月 因为有这个小编住在那边 所以他才发包给他妹妹 但我现在觉得不是耶 会不会是因为 泵世界背后 到底有什么势力神通广大 台温馆的1400万 只是其中之一 他甚至广大到 可以安插到 人马进去里面该的 各位 泵世界八年的标案 最大一笔是 2021年国立故宫博物院的标案 这个标案就拿了523万 刚刚讲的黄金博物馆跟台电 也砸了400多万 对来你看我们讲的故宫 我们讲到台温馆 甚至我们讲到什么 黄金博物馆跟台电 这个叫什么 已经横跨不会太过遥远 而且单一厂商得标 甚至九成 只有一间公司得标 代表是什么 他怎么投怎么中 甚至是限制型招标 但是如果限制型招标 通常是因为有相关的 专业知识跟背景 但你请来的竟然是 找员工的亲戚 找员工的家人 甚至找员工的亲戚 员工的妹妹 然后员工的妹妹 还去copy人家的图 他说我就是网路上拿来的图 然后我随便Photoshop 随便把它连改一改 就直接送了 送了也没查 就直接用了 那我就问 这7000万的金额里面 到底含水量有多高 有多少 都是用这种做法 如法炮制 好 玉凤 我当然知道绿工很无耻 可是我没有想到 无耻到这种程度 现在来讲的话 真的是一门好生意 今天520嘛 520主事节 大家觉得这个东西 线条很漂亮 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你先不要看别的 你先看这个 这个就是大方的线条 然后有蓝有绿 但是你仔细去看一下 很多人就说 你这个东西怎么这么的熟悉啊 你看这组线条 红 黄 绿 好 像不像法国画家的 你就直接对比 就是长得 几乎一模一样 我不能讲百分之百 但就是一模一样嘛 然后呢 这个赖清德跟香美琴 他们这个肖像 用线条 像艺术家安娜的这个作品 你这两个东西 这个东西我们也不太能够说什么 因为你每次讲 他们就说 这个是像什么 像是经典致敬啊 什么操心你懂不懂 好 那这个东西我就来看了 他们这个回章 这两只狗 跟猫狗 你就看 你就看这两个画面 我们下一张图放大一点 这个 狗狗跟猫 跟这个图 因为萧美琴喜欢猫 对 猫派跟狗派 对 跟取爱猫跟爱狗的人的支持 所以我弄了一个凶章别针 结果 欸 导播再看 这是我们的凶章别针 这个 是人家的图 这个图可不可以买 这个图可以买 很多大学生做PowerPoint 都要上网去买 这个东西怎么卖呢 这个图呢 买2.9块美金 3块美金 他有花钱买喔 他不是跟台文馆 直接给他copy 这个有买喔 这花了2.9块美金 现在美金员汇率的话 1块美金换32块台币 我们就算你花了100块好了 但你知道吗 保洁哥 他这个案子多少钱还没有出来 但是呢 上一届的案子出来的话 主事节设计 总统就职设计比方是多少钱 56万元 好 重点来了 重点呢 这一个那个 创意总监还说呢 这个东西呢 其实是用公司购入商用授权的素材库 作为基础 然后呢 结合设计元素 重新制作的图像 你花了100块 然后呢 你最后就是拿了几个标案 难怪有人挺民进党挺成这个样子 这个一定要挺的 你给我钱我也挺你啦 这个真的很厉害 我们的同事带回去看喔 这家公司呢 三叶文有限公司呢 负责人 严先生呢 他的资本额是50万 然后呢 这50万的资本额 50万的公司 标了这么多的案子 然后呢 这50万的资本额里面 有几个 有几个股东 就一个 就他一个 然后呢 他专门 他们这间公司专门做哪些案子呢 这是从这个采购网拿来的 你想想看喔 文化部的案子 又来了 然后呢 台电的案子 27万 台电的案子 89万 然后呢 再来呢 台铁的案子 94万 你光做台电台电无话部 他其实很多 他云林县政府也有做 这太厉害了 桃园市政府他也做 平东县政府他也做 当然云林县啦 高雄市啦 桃园市啦 台北市 好厉害喔 这个很厉害 50万的一个 50万的资本额 他一定有 他非凡的一个实力 所以呢 他可以拿到这么多的一个案子 但是我们还是讲一句话 如果你这种总统就职的案子 你如果 因为上一次是56万 这次大家相距不远 六七十万 你至少 你至少再看一次 你至少再看一次 你至少给我改个图吧 你不改图 你这样子弄 你觉得好意思吗 所以 刚才讲的厚实 中国政府为什么觉得 立法院要硬起来 立法院总是要有人管外 这种事吧 我觉得他们很荒谬 是说 我们现在已经有监察院了 我们现在监察院 已经有监察院了 我跟你讲 我就是因为看到现在的监察院 看到监察院烂的这个样子 我才觉得 至少 立法院大家可以看得到 因为我觉得这几个案子 这几个案子都很荒谬 尤其是台文馆 那个原本是 台湾文学的重要基地 结果就抄 抄对岸的东西 把对岸的东西拿来 当台湾文学 把我们的公伙 拿来摆 怎么会通 那个人真的乱整一通 还去污蔑人家 台文馆的副馆长 萧淑貞 就这个人 他一讲 确定 我们是没有抄袭他们的 对啊 你今天就是 你不是做贼的喊抓贼 对不对 你自己去抄人家 还把他痛骂一顿 还去扁人家 最后变成自己灰头土链 现在状况为止 就只有一个道件 底下什么东西 东西都没有 我觉得这种处理 我假许说 换成 这种东西换成蓝银 我跟你讲 而且我觉得老板 真的太厉害 我是爱台湾的 然后在这件事情 发生了以后 他居然讲 我算是达到里程碑了 我们的作品被抄袭 然后讲说 我们被抄袭之后 底下讲 这个可爱的阿龙是 帮世界的作品 然后底下的这些 塔律班就全部 同志的作品 把它应用在世界上 一开始觉得很可爱 没想到还爆红了 大家将心比心想象一个状况 这个假设是柯文哲发生 还是蒋万安发生 蒋世傅发生说 他抄别人的 还去骂别人的 会变成什么样子 你现在状况就是 明明抄袭很骂 真的爱台湾是一个好生意 那今天包括 他今天的主事集也是这样 你真的是太相像了 当然我不讲你抄袭 那就证明你做得很烂嘛 对不对 很烂还可以赚这个钱 所以刚才讲的 我们讲立法案 假设像这种状况 立法案调你们来 调理合约 开一个调业小组 当然不会为这个小事 假许说话 但是问题是 真的这样做 也没有数太过分 政治观点 独家内幕 国际趋势 财经焦点 重案解密 火线搜集 全方位 报内幕 话题不涉险 我是张道合 周一到中 关键时刻 周六周日 决战关键 等你来上线